哈啰,大家好,我是Win 哈啰,大家好,我是NikobongTV的EVO 那很多网友呢,就是问我一个问题 要如何去日本留学 或者是去日本工作 那今天很容易的请到NikobongTV的EVO 哈啰 因为他在日本生活已经有五年了 他当初也是去日本留学 然后工作 直到现在 所以他是很有经验的 今天要让他跟大家分享他的经历 然后跟大家交流一下 要怎么样去日本留学或者工作 是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那EVO,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日本留学 其实就是我大学毕业过后 在马来西亚工作一年 就觉得有一点无聊 想要去学一个新的语言和留学 我并没有特别特别喜欢日本 或者别的国家 我就是只是想要学多一个语言 然后不可能去欧美国家 因为不可能去学英文 然后想要去日本还是韩国 随便选的,就选到日本 大学毕业过后已经是25岁 我20岁就大学毕业了 诶,怎么那么快啊 这个就是因缘巧合 我是在本地大学读Degree 读了一年过后 我的counselor就跟我讲 他们有一个training program 可以认去英国 我first year大学毕业过后 我就直接去英国 大概八个月左右我就毕业了 What? 就省了很多很多时间 只是 大家都有那一个semester break 我没有的 我就是直接上完 嗯 所以我没有什么去旅游到 读完过后 我就回来上班一年 那个时候我21岁左右了 我又飞去日本 学了两年的语言学校 然后在语言学校是半工半读 我去的时候大概23左右 怎样去讨论这个语言大学? 哦,这个语言大学是因为我去补习日文 在马来西亚 然后就是part time这样子 补习的时候就认识到一个男同学 那男同学说 诶,不然我们直接去日本读 不是更快哦? 然后我就想,诶,有道理哦 那我们就随便上网找的 找到那个语言学校过后 就跟他沟通 但是有点难啦 因为对方的那个英文的stuff 英文也没有很好 我们又不会讲日文 然后就做了很多mistake 我们是有寄大学文凭那些给他们的 其实 所以也是有一点担心 因为不知道会不会不见掉啊 还是什么 因为是要original copy 那个时候寄给他们过后 就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就申请下来 然后我们就在上网找sharehouse 全部的东西都是上网找 然后就直接过去 我们两个都不会日文 还有一个朋友 我们三个人一起过去 当初你给的学费贵吗? 一开始需要准备多少钱? 过去那边留学 如果你是去一两年的话 基本上你第一年的学费要付清 第一年的学费大概七十多万到八十万日元左右 三十千马币左右 其实学费来说的话是不贵吧 一年 语言学校啊 哦,我不懂诶 我不懂这个价钱是贵还是 其实算是不贵 这是一年三十千左右的语言学校 一开始需要准备的费用是第一年的语言学校 数数费 如果是住外面的话 在日本租房子 你是要给deposit还有礼金的 礼金就是免费送给那个owner 也就是说你今天租一个三千块马币的房子 你要给一个月的deposit就是六千块哦 然后你要送他一个月的礼金就是九千块 然后你退房的时候礼金是拿回来的 就是拿回deposit 对,所以一开始去留学的我们是建议住sharehouse或者宿舍 宿舍是 宿舍很便宜 哪一种? 六 六 就是一间一个床然后就一个小厨房然后厕所 你要再更便宜的话你可以选择跟人家合租 也是一个小房间 一个上下户 就是比较没有privacy哦 但是一开始我是建议这样子的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环境怎么样 你也人生地不熟 你一下子花这么多钱租一个房子 结果那个房子有问题 拿不回的诶 那个钱 除非你很有 钱 基本上你一开始去最好最好最好是有一个 五十千马币的存款 真的 你不会这样辛苦 因为如果你说我刚好凑考学费二十七千 住在学校宿舍大概三万日元一个月 交完这三十千你就可以去日本了 但你会很辛苦 因为你一开始不会日文也不能打工 餐厅都不会要请你 因为你都不会 就是如果你准备好五十千 你去日本的前三个月会过得比较舒服一点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不能一次过付完所有的学费 是可以谈的 可以跟一些中介 就是中介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帮你和学校谈 那你过去那边之后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很多很多问题耶 从申请电话就有问题 就是SIM卡那些找不到电话 沟通不良 有没有遇到能帮到我们去做这个电话的事情的人 拜拜浪费了三万日元去申请一个折叠电话 就是那个 要叫什么 卡拉空 买了那个电话到后面我们才发现到其实是不需要的 但那个时候日本其实没有这么多外国留学生 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对应 还有一个就是找房子 我们住了两年 过后才发现到它其实是无敌贵 我们其实是发现到我们的租金是比所有同学都高的 只是我们也懒得搬 在日本搬家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现在搬家我又要再给一次离金 离金有可能不是一个月是两个月 我就要拿个二十多万去租一个房子 虽然每个月比别人贵了一两万 但就那个时候不想搬家 因为我们又打工又什么的 就觉得很麻烦 在日本租一间房间真是很麻烦 因为我当初去留学的时候 留学三个月而已 那个时候也是遇到就是房间的问题 刚好那边有很多専业嘛 就是马来西亚的留学生 然后我们就一直求他们帮我们 就是去找房间 还好就一两个会愿意帮我们 其他人也忙着要读书上课之类的 那最后你们是找到什么房子 我们有两个人 一个是去住那个専业的家 另外一个是住学校的学生 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去留学之前 一定要先把房子找好 然后全部东西谈好 找钱订金付完了你们才过去 不然你们去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 房子啊电话卡还有internet这些东西 是我觉得过去之前就应该了解好的东西 不然去到那边你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 全部东西我自己research就好了 你去到那边的时候 就会发现到更多当地的问题 所以这种时候可以问问你们的前辈啊 还是你找一些机构帮助你们才过去 可是真的是需要去到日本学日语会比较好 在马来西亚不可以学吗 我在马来西亚学了一个月 full time course是日本老师教的 去到日本留学员学校的时候 我做了那个比试 第一班是最底级的 他帮我拍了第二班 就代表我的程度还可以 我一进去的时候有绘画班 一上完绘画班 我马上要求老师帮我换去第一级 因为我们在malaysia没有那个环境奖 就算我把NE考回来 跟那些原本就在日本学习的同学同班 他们也是NE 我也是NE 你完全是比不过人家 你连听都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他们的绘画能力是比我们好很多很多很多 我是建议如果你们真的要学 在马来西亚考个N5就好 然后 就基本 学了那个基本 过去那边学会比较容易 现在要求你需要有一个基本的 空空去 不可以这样 以前我们好像是空空去的 但是现在不可以 现在要证明你有学习过150个小时以上的日文 或者你有N5 我最建议的是你如果有去上到150个小时 其实你已经可以去考一个N5 那你不如把N5考回来 然后再去日本会比较安心 可是在日本学两年真的是可以 已经是expert了吗 不能讲expert啦 但是打工和环境 真的是帮助到很多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去日本 什么都不会嘛 就算你有一个N5我跟你说 你去到那边 你都听不懂 真的 完全不能 那你去到那边你开始上学 你就慢慢pick up 然后你一定一定要去打工 因为你打工的时候 上时会一直跟你用日文沟通 被骂的时候 你进步的神速 因为你很想知道他到底在骂你什么 真的我就会这样子 就是他在讲我的时候 我都听不懂 但是我就会一直记住他骂我的那句话 因为就是你会想知道 他到底讲你哪里不好 你就会了 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教英文 家教one on one的 然后这种教英文的工作 薪水蛮高 只是他不固定 他算小时的吗 一个小时两千日元 但他薪水不固定 过后我日语比较好的时候 我就去餐厅打工 餐厅就很固定 我每天上课四个小时而已 上完四个小时我就去餐厅打工 有可能一整天 你打工的时间 都是超过十个小时 你就一直站着 站着十个小时 在日本打工 你是不能在那边玩手机 你一定要站着全程 很累很累很累 但是那个时候 我过得蛮充实的耶 就觉得很有满足感 那工作太年轻了 年轻的 那也是可以的 ok 我觉得我有点被虐的倾向 因为我那时候 在一个恶名昭彰的 博物馆工作 就是日本人都会觉得 他是就是不让不开想 我自己身边很多朋友 去那边面试 然后工作过后都会吃 我在那边做了一年 然后觉得很爽 就是每一天都很累 但是我就是觉得 有东西做 然后很充实 又可以学到日文 那个时候是我学到最多日文的时候 嗯 那你在日本的时候没有打工 没有没有没有 不可以 因为你也有去三个月不是 三个月 这是不可以 对对对对 因为你是三个月以内 对对对对 就要回去 所以你没有体验过那种 没有体验过 你会很想体验一下 有啊 我其实有打算要去日本 哦是哦 但是可能在几年过后吧 对我觉得在日本留学 打工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不管你们以后是要回国 还是要留在日本 这个体验过程 还是挺重要的 对 就是我还遇到蛮多人 问 诶我已经28岁了 我已经29岁了 还是30岁了 哎 现在去留学是不是太迟了 真的不会太迟 我们以前语言学校的同学 有一些是已经当爸爸 有两个孩子了 他就跟他的office 拿一个月的离 然后就来日本学习日文 然后有一些40多岁的西班牙女生 什么都是一个人过来 其实日本的那个留学制度 他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只是说如果你是30岁40岁来留学 他们的审核有可能比较严格 因为他怕你是要来跳飞机 学校方面是没有任何限制 想要来留学的人 还是可以过来留学 这样一梦 有什么特别的管道就是 比较简单可以去到日本留学 或者是工作的吗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资讯的话 可以follow日本小河马的Facebook page 或者网址会在下面 这个日本小河马 它的英文名字是Nippon People 这个日本小河马资讯中心 就是会帮助你们解决一些 你们去日本之前的疑惑 还有你们要准备多少钱 怎么申请签证 有什么语言学校或者大学 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咨询他们 他们的团队就会买你 然后也可以真正的协助你们到日本生活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一些 你怕去到那边找不到房子 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去日本之前 帮你们先解决 有兴趣想去日本留学工作的朋友 可以check out下面的那个link 日本小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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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推荐一些 长期的语言学校留学课程 它也有短期的 然后也有动漫留学课程 就是说你去一个礼拜 到三个月的短期留学课程 都有的 所以想要体验日本留学生活的朋友 可以check out the link 清楚了吗?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上方留言 然后问Yvonne 你很像老师耶 清楚了吗? 不清楚的举手 不清楚的在下面可以comment 问问题 所以今天感谢Yvonne的到来 然后也感谢他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 他在日本的经验还有生活 所以影片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请按个赞 然后记得按个铃铛 订阅我们的频道 NikobongTV 我会放在下面啦 也不要忘记订阅WinSasa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